这一夜徐凤年在阳光斗的带路下,逛遍了刘州刺史府邸的大小衙门,一幕幕挑灯熬夜的辛劳场景,以张张远未老成事故的年轻脸孔,大量金干游族出入这座戒备森严的府邸,会让人觉得这里焕发着一种异常生机勃勃的气象。 徐凤年跟杨刺史大多时候都不会打脚崖内官吏的处理正事,很随意地走走看看,更多是评论北莽那边的调兵遣将,新任南院大王董卓名义上已经赌掌大权,虽然有慕容女帝给这个胖子撑腰,但短时间内未必就能把南朝兵马整合完毕。 春秋已老给南朝带去了完善的中原礼仪文化,为虎天意,却也一并带去了许多北莽不曾有的诸多陋习,豪奢风气游胜北梁,别看北梁一听说要打仗,灵州境内豪身聚鼓时去三四,北莽南朝往北边跑路的达官显贵何曾少了? 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,而且北莽南北对峙的格局根深蒂固,向来尖锐,南朝富人这么折腾,纷纷依附北地的大草原权贵,无形中助长了北亭的气焰,削弱了南朝本就疲软的画士权,董卓这个胖子估计要清减好几斤肉了。 徐凤年和杨光斗想到什么就聊什么,不知不觉就到了浮小时分,杨光斗这个正三品的边疆大力每天早晚都要各开一场长官议事,今天一身便服的徐凤年顺势参与了旁听,没有坐在主位上,刘州别架一直依旧空悬,徐凤年就坐在这个位置上,其余一周重要属官都已齐全,这些座位可不是谁都能坐上去的, 在座诸位就不可能再是稚气残存的年轻人了,都是优良灵就三周里得到上等考评的官员,大多四五十岁,虽然锐气注定不如年轻人,但各自政务手忍,老马驾车,可以首先保证草创而成的新刘州不出现大的纰漏。 这七八未官居四平五平的家伙,以前就没有谁见过年轻凡王一面,这也怪不得他们孤陋寡闻,毕竟升官之前品质不高,又都是文官,以往哪里有机会进入清凉山王府拜见大将军徐霄和世子殿下徐凤年,在这个消息阻塞而且又为尊者会的世道,北梁的老百姓,恐怕绝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新凉王名字叫什么。 北梁真正称得上妇如皆知并且能曝出姓名的人物,这十几年来,徐霄不用多说,之后陈之报和楚禄山不相上下,袁左宗的名声能与燕闻鸾中洪吾等老将并肩,除此之外,就要轮到才华冠爵北梁的徐卫雄,以及新进入梁的徐家媳妇王初冬。 徐凤年看着眼前那些眼袋浮肿却要硬撑着正经为座的官员,上了年纪自然经历不济,刘州事务繁重,又在阳光斗这么个老狐狸眼皮子底下做官,加上整个北梁官场都盯着这边,这帮老家伙真是起得笔姬早睡得笔狗晚了。 徐凤年听过了美人略带战鹰的禀报,并未就他们的政务发表什么言论,而是打趣道,诸位大多劳累了一整肃,就别亏待屁股了,放宽心做好,怎么舒服怎么来,大胆靠着以备便是。 咱们北梁不兴离阳官场那一套,没有面对上官就非得半片屁股落在椅子外的讲究。 阳光斗率先踢了靴子,干脆盘腿坐在椅子上,哈哈笑道,本官可是被王爷拉着走了一整夜,两条老腿酸得不行。 反正有刺史大人坐了出灵鸟,其余官员顿时轻松许多,虽说还不敢如阳光斗这般放纵不羁,却也敢把屁股结结实实贴在椅面上,有几位不约儿童背靠椅子长舒一口气。 徐凤年笑了笑,继续说道,以前刘元纪为铁山这帮老将军去清凉山拜年,他们跟徐霄见面的情形,你们是没瞧见过,尤其是拼酒的时候,跟市井泼皮无赖没两样,本王也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的。 以后本王还会经常来青苍城打秋风,大伙儿就都别拘谨。 对了,刘典学,本王在这里要给你打一次抱不平啊,千余僧人进入刘州,都需要经你的手安置,此事职责重大,可是战舍的礼房那边人人都像是后娘养的,是哪个家伙把你们排挤到靠近茅厕的地儿。 说出来,本王帮你骂他几句。 刘州典学从事柳真愣了一下,眼神下意识瞥向对面两位同僚,却不敢出声。 在刘州,他这个典学从事几乎等同虚弦,并无几分实权,谁家后生不幸跟了他,那真是倒了八辈子的眉。 完全没法子跟至终从事工曹从事这些手握权柄的当权红人相提并论,争地盘当然也就争不过他们了,到现在他都没能找到本该与自己搭档处置一周学正的劝学从事。 没办法,谁乐意捧着圣贤书去跟刘明打交道。 被柳真瞥了眼的两位官老爷,顿时就坐立不安了,眼前这位看似对谁都和和气气的年轻凡王。 那可是说收拾中洪武就收拾掉的北梁之主,连燕文鸾这帮边军大佬都给巡服了,北梁军的改制,从头到尾都顺顺利利。 还有当初徐北纸连跳了七八级赴任灵州刺史,夺了金略使大人李功德不肯挪窝的座位,更直接就是让一正两副三位灵州将军直接保驾护航的,谁敢说葛不字。 要是被这么个城府深沉的王爷盯上,估计能否活着走出刘州都要两说。 徐凤年微笑道,王冰曹,黄兜官,两位大人出了很多汗啊,这约头还没出来,就觉着热了。 若是身体不适,跟刘州水土不服,趁着本王在刺史府邸上,想要告假的话,不需要刺史大人点头,本王就准了。 听说你们两位是亲家,回灵州有葛巴尔,倒是不怕路途寂寞。 冰曹从事王秀卿和督官从事黄玉城顿时汗如雨下,离开椅子后重重跪在地上。 盘腿而坐的杨光斗笑眯眯看着这幅场景,既没有雪中送炭帮两位蜀官在王爷跟前求情,也没有落井下时说他们的坏话。 徐凤年收敛了笑意,一只手肘搁在蚁盐上,淡然道,一个执掌刘州境内驻兵的调令,一个负责监察州内百官,都是刘州一等一的要职。 你们两个加在一起,不算字画真万,送给李公德的银子有六万八千两,这才求来了举荐信,不过本王当时翻过你们的履历,也查过你们的过往政绩,可圈可点,这才答应下来,怎么,太心疼银子,这么急着就要在刘州搜刮地皮了。 两位大人也不知道晚一点下手,看来是这座官的道横还不够炉火纯青啊。 王秀卿,你所见举的福丰郡都位于万庆和文辉县令李昭寿,还有你黄玉成提拔的吴孝仙红破鼠两人,总记得手六千两银子,本王有没有说错? 徐凤年手指轻轻敲击着蚁颜,以字材质是上等的黄花梨木,是青苍成就主人留下来的值钱物件,让人看着就眼馋。 徐凤年不说话,身材高大不似文官反向五人的王秀卿犹豫了下,正要说话,他的亲家黄玉成偷偷扯了下他的袖子,最终两位万乎职守的刘州新贵都没有为自己辩驳半句。 徐凤年看到一名魁梧武将走入院子,按刀站在门外,是刘州青苍军镇校尉为石灰,与林瑶军镇的领兵校尉一同出自龙象军。 徐凤年站起身后说道,本王曾经跟杨刺史说过,刘州大小政务全权交由他操持,你们有什么话就对刺史大人说去。 徐凤年走出屋子,跟着韦石灰和一对金汉护从出城,要去城外四十里地一个地方见陈锡亮。 屋内,长时间落针可闻,阳光斗咳嗽一声,把双脚放下,踩在那双刚刚从林州金旅制造局那边送来的官靴上,说道, 王大人,黄大人,都起来吧,法不外乎人情,刘州百废戴心,这么个大烂摊子,本官战时实在是找不出不耽误北梁大业的可用之才,你们就算是戴罪立功,回头要是做出攻击,本官在帮你们去跟王爷那边说道说道。 不过王爷在清仓这段时约,你们还是别露面了。 王秀卿站起身,脸色沉重,黄玉成摇摇晃晃站起来,擦了擦额头汗水,如丧烤笔,哪怕刺使大人给了他们回旋于地,可在王爷心目中落下了糟糕印象,真当是能够将功补过的。 黄玉成没有这般幼稚,可终究还是要感激杨光豆的安抚,深深作衣,弯腰低头之时,眼角余光瞥见亲家王秀卿还傻愣愣挺直腰杆,也不好火上浇油,只好假装没有看见。 杨光豆笑望像一脸不服气的冰曹从事,也不气恼,穿上靴子后踩了踩地面,笑道,王大人,是不是觉得这是本官在跟王爷唱白脸红脸来着? 性子刚烈的王秀卿的确是如此认为,不过没有意料到刺使大人会如此直截了当,心底也有些错愕,阴沉脸色淡了几分。 杨光豆白手哈哈笑道,那你也太小瞧本官,更小瞧王爷了,本官没有王爷的本事,查不出你们送出去多少银子,更查不出你们受贿了多少银子,其实在座的,大伙都心知肚明,刘舟是蛮荒之地,在此为官是苦差事,可有水再少,能够把屁股撂在这个屋子里黄花梨木椅子上的,这官街品质可是实打实,连朝廷都认可了。 咱们可是人人都收到京城吏部文书的。 本官呢,忙得焦头烂额,很多事情能简单了想就不复杂了想,于万庆,李昭寿,吴孝仙和红破鼠这四人,本官多少都听说过点,跟两位大人差不多,家底不厚,都是砸锅卖铁才打通的门路,是好不容易才当上的官。 话说到这里,阳光斗揉了揉下巴,人俊不惊道,四人中的李昭寿,本官最为熟悉,一个月前还跟他聊过,此人确实是满肚子的学问,好笑的是,当时制造局才送来官服,靴子什么都尚未送到, 这小子穿着崭新的袍子,搭着一双破鞋,跟本官闲聊时,时不时就去摸着胸前那块手感柔顺的官补子,就跟摸着了俊俏小娘子的脸蛋似的,看把塌了的。 本官当时就想,放着灵州高瑜之地的下线主宝不作,跑来留州当县令,升了官却破了财,这么一号人物,总归是个实实在在的读书人,心里头,总算还留有读书人的风骨。 阳光斗望向王秀卿,轻声笑道,知道你心中所想,无非是老子帮人要关,那是先看重他们的品性学士,老子钱囊里多了银子,却也给北梁发掘了人才,两全其美的好事情,你北梁王平啥就拿捏着不放。 王秀卿,是不是这么想的?王秀卿也实诚硬气,沈生道,不错。阳光斗摇头道,错啦,你也好,甚至本官这个正三品的刘州刺史也罢,做人做事,那都是没能逃过不再其为不谋其政的毛病。 举个例子,就像本官手头可用之人不多,事事捉襟见肘,你们按绿本该被摘掉官帽子,卷铺盖滚回灵州。 但还得帮你们擦屁股,这就是我阳光斗指为刘州一周知的考虑得失。 但是如果北梁道上每个冰草渡官都如你们两位大人,不用按着规矩走,久而久之,泥沙俱下,这北梁官场也就彻底乌烟瘴气了。 所以说本官先前所讲的法不外乎人情,并不全对,人情的讲,但人情这东西讲多了,绝非常远之际。 灵州官场的前居之见,你们这帮在哪里十几二十年没能出人头地的可怜家伙,肯定比本官更深有体会,你们扪心自问,刘州会不会变成第二个灵州? 这会儿马上就要打仗了,咱们这些连摇旗呐喊都不用去做的官老爷们,就不要让王爷这么早就担心这个了,啥时候灭了北莽,在座各位都进水楼台,人人去北莽捞葛刺史过过瘾。 到时候再贪些银子,本官就不信了,北梁王还会跟咱们斤斤计较。 王秀卿咧嘴一笑,在座许多官员也都忍不住笑出声。 柳真玩笑道,那咱们这帮老骨头,渴得多活几年,要不然官帽子再多再大,也没咱们的事啊。 杨光斗伸手指着屋内掌管刘州前梁部书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个官员, 秦天侠,你小子才四十岁出头,你最占便宜,回头寄奉发下来,请咱们搓一顿。 那人挠挠头,苦着脸道,倒不是下官舍不得这份俸禄, 伟时是家中有何东施吼,不将俸禄寄回幽州那边,他肯定要以为下官在刘州采了野花, 到时候可少不了王死里一顿石垛啊。 刺史大人,你老行行好,让咱们中家底子最后的周大人请客,这家伙可瞧不上眼那点而俸禄。 一个体态肥胖的中年官员破口大骂道,秦天侠,放你娘的臭屁。 昨天还跟我说你偷偷攒下四十几两的花酒钱了。 满堂轰然大笑,其乐融融。 徐凤年见到陈席亮的时候,几乎没有认出来。 这位原本文若书生模样的韩氏,肌肤有黑,瘦了十几斤。 满堂轰然不后,你一定会继续更多美乎装。 不后,你怎么会继续更多美乎? 第四章